穿著全身迷彩裝 男子跑到大馬路上 邊走邊開牆 無視路間還有轎車經過 一連開了17發 大馬路上打氣彈 抽來車往看了都好傻眼 四名男子邊走邊玩 還有人把槍舉起來 對準同伴近距離掃射 不過用路人安全 實在很危險 這還滿誇張的 因為馬路上幾乎都是車子 這樣很危險 事發就在26號下午 4點半 生存遊戲玩到大街上 實在很離譜 就有網友說 這如果打到直接瞎掉 應該又立刻報警 業者請趕快出來說明 真的不受控 SOP就是在場內 對啊 如果有自然受傷的話 可以一上iPhone來送班 那如果只是單純 在大街上設計器單槍的話 可能違反社會 是去維護法部分 我們可以來進行採訪 一直解釋 當時客人迷路 才會出現離譜行為 但業者無法掌握 客人行蹤 讓殺傷力的武器爬爬燥 警方也將違反社會法 對業者開罰 記者張春華馬 家喻評論報導